你們好,我想問一下你們都會堅持在電影的元素裡面 可能要加入一些香港的元素 或者是有香港的精神在裡面 但其實我想問一下 既然這麼多人對香港電影的定義都不同 那你們覺得本身你們生活中的香港電影是怎樣的呢? 以及如果說其實Local本身香港市民未必說真的 那麼支持香港的電影 那麼其實有些什麼是令到你們堅持都希望可以拍回香港人的電影這樣呢? 謝謝 這個大家都去說,Derek你開始 我想最大前提就是可以不會有創作的框框 就是我自己我以前看80年代的戲我覺得很開心的 就是很商業的戲也有 但是一些很天馬行空的戲也很多 那以前真的大家百花齊放的 就有很多不同類型的片種 那我覺得現在其實很多時候是缺乏了這件事的 其實我們是很多時候會有很類似的片種 就是這一陣子近陣子流行黑社會片 那就是一窩蜂大家拍了很多黑社會片 那所以對我來說我覺得 什麼為之香港電影就是創作的精神 可以無框框,大家自由發揮自己想拍的東西 其實我第一部監製的電影是伊沙培拉 是跑場導演的 那部是一部合拍片來的 原因不是因為我們刻意去 澳門拍 沒錯 不是刻意去希望迎合到內地市場 而令到劇本是合拍片 是因為那個故事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符合到合拍的要求 那接著我再監製他拍的戲 就已經不是合拍片 但也不是故意不合拍的 那我相信在創作過程裏面 導演也沒有收到什麼訊息 是要求怎樣去寫這個故事 那我懷疑這個就是電影創作 我想補充一點 在伊沙培拉裏面 其實能夠通過合拍其實都有思考過的 因為這個故事就是關於一個貪污警察的故事 那這件事在合拍片裏面 是比較不可能存在比較敏感一點的 因為作為一個警察 但他是一個貪污的警察 但是這件事在寫劇本的時候 有想過這件事 所以就將他設定了這個警察 是在澳門回歸之前的警察 由於他回歸之前 那這些事情就可以 不是容許而是會存在 這件事會思考 但是我覺得這樣不錯 比原本還好看 好看原本 是啊 要強調 但是後來這個戲 到我們內地正式拍完之後 我們劇本審批了 然後說少少關於伊沙培拉的審批問題 之前那個問到的問題 到這個劇本審批 正式送上片過去的時候 忽然間就覺得有問題了 有關部門看完的片 他們不喜歡中間一場 就是說 杜汶澤和女兒說要走了 那麼他們就要逃亡 逃亡就要逃亡去曼谷 打算逃亡去曼谷 那麼部門看完就覺得不好 不喜歡 那麼他就說要改 因為如果一個罪犯逃亡去曼谷 就會影響了我國和倫國之間的關係 因為好像彷彿 泰國就會收容了很多犯罪的人 所以就不准說曼谷 就要說東南亞 就是沒有說清楚是哪有國家 那麼變成有很多 有很多這些細節上的調整 其實因為很多時候審批劇本 審批通過了 開始拍攝 但是拍完之後 又有另外一個審批 其實是有兩次的審批 所以很多時候問題就會在這個位置中間出現 不過我作為這個戲的監製 我就不希望你在公眾場合透露這麼多這些細節的東西 我聽完大家這樣說 我覺得世事真是難料的 所以大家不要想太多元素下去 我們創作 譬如說歲月神偷 是完全沒有想過什麼元素 什麼元素 或者什麼商業元素 大陸合拍的元素 什麼都沒有想 只是想拍一個我們很珍惜的故事 還有想跟觀眾分享一段 我們覺得自己都很感動的一個故事 這樣出來 所有後來的東西都預料不到的 我拍了這麼久的戲 我都覺得我每一次以為自己放了什麼元素下去 就好像是彭浩祥 原來他後來又有個元素 相反地 否決了原先那個元素 所以或者很真誠地拍戲 努力地拍好他才是最後的答案 我們其實在講的問題 是說大家心溫足什麼 香港建議 還有什麼元素 還是香港元素 我覺得香港元素是要夠白眼 夠好玩 其實剛剛Derek說的 白花齊放 我覺得現在很多時候就是 類型單一了 以及太健康 以前香港電影有一種 很白眼的感覺 在裏面 是的 我同意的就是 我們80年代做香港電影 參加創作的時候 是什麼都可以的 我覺得那時候充滿了創作自由的 以及很頑皮的 很白眼的 不是乖的 我們想一些事情 因為電影總是 我們 我自己覺得是 滿足我們在日常生活做不到的事情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很瘋狂的幻想 我覺得那些就是 我們心中的香港電影 還有始終是發生在香港 我們自己香港人 不要用我們的腦想出來的 就是香港電影 80年代我們讀計 從來不會問一個問題 叫做行不行的 現在我們讀計 永遠都要問這個問題 行不行的 行不行的 不是表示我們的戲 會不會拍 拍不拍到 打不打到這條計 而是拍行不行的 所以 歲月神偷 活化了永里街 對我來說 有一個很大的感觸 我經常會覺得 香港電影其實真的 好像永里街 或者是等於永里街 我們堅持在拍港產片的同行 其實是等於一條永里街 無論香港有多先進的發展 它始終需要一條永里街 去代表這個曾經有這麼多歲月 風光過的一條很舊的街道 其實香港電影都是這樣的 無論我們有多少我們的同行 我們很羨慕他們可以去到大陸合拍 拍得很好 票房幾億 但是 我們始終都有一條永里街 在我們裏面 我們想拍我們自己想拍的東西 無論是有多少的困難 其實拍電影就是很困難的了 怎樣都有困難 每一個階段都有 我們就是很感恩 我們能夠在經歷了這麼多的 歲月神偷的時光裡面 都仍然可以堅持拍電影 我只能夠這麼說 謝謝大家